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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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11月的一个深夜 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 急匆匆地拐进了上海的一个怒唐 这个人是郭沫若 刚从香港匿密前回上海的他 又一次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1927年的中国是跌宕起伏的一年 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 发动反革命政变 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国共分裂之际 郭沫若发表逃奖宣言 公开返奖 秘密加入南昌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途中 经历了很多次战斗 在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下 幸亏有彭拜同志领导的 农民运动的那些干部 来帮助其部队疏散 郭沫若就是和他的同行者 在农会干部的帮助下 走过山路 到了离香港比较近的一个沿海的码头 叫神泉 在这里住着 等着风向 终于等着风向南瓜了 他们坐着帆船 到了香港 在香港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终于秘密前回上海 早在二十世纪初 社会主义思潮刚刚进入日本文坛不久 郭沫若通过日本学者 扶行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 接触到社会主义 满怀着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激情 告别了留学十年的日本 带着妻子安娜和三个孩子 回到上海 随身携带的 还有一摞近三十万字的文稿 可没想到 迎接她的却是 一场仓酷的屠杀 1925年5月 上海街头 在仙式公司三楼 郭沫若亲历了举世振兴的武萨残案 被困在仙式公司大楼的郭沫若 从窗口目睹了英国寻谱 对反帝爱国工人学生的残酷屠杀 悲愤中的郭沫若 积极投身武萨运动 并先后发表 穷汉的穷谈 马克思晋文庙 文艺家的觉悟 新国家的创造 等一系列文章 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1926年7月9日 国民革命军十万人 世诗北伐 一身荣装的郭沫若 出现在北伐大军之中 在毛泽东 周恩来 韵戴英等人的感召下 郭沫若离开大学校园 投笔从荣 从此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号 荣马书生 这个实际上这个荣马和书生 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 但实际上在郭沫若身上呢 他是很统一的 郭沫若跟当时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知名的文化人 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呢 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人 他后来走向了一个 是从军的那么一个道路 所以孙秉文说他是 荣马书生 这个是很恰当的 在早期共产党人 孙秉文的举荐下 郭沫若被任命为 北伐军宣传科长 十万北伐军一路北上 战争残酷而艰险 在生死之间 多次化险为夷的郭沫若 在短短数月内 屡获升迁 因为工作卓有成效 郭沫若升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 军衔晋级为中将 陈延迁跟那个云耐英 他们商量 觉得当时的话 郭沫若呢 从一个学者吧 到了刚刚到了广东 去参加一下实际斗争 可能更好 对他的发展可能更好 就建议他去参加北伐 非常符合这个郭沫若 自己的这种想法 所以郭沫若很欣然地 就表示了同意 北伐军节节胜利 蒋介石权力欲望 开始高度膨胀 秘密精心策划 镇压工农革命力量 这一天 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 让郭沫若大为震惊 这次行动 要清除赤化分子 捣毁由中共党员 和左翼国民党党员为主组成的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 和各民众团体 郭沫若立即派人告知 有关人员马上转移 随后 郭沫若与蒋介石 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深感失望 他乔装改办 化名高杰然 秘密离去 几天后 中央日报上 看出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作者正是郭沫若 文章号召革命人士公开翻讲 大为恼怒的蒋介石 发出了通缉令 悬赏三万大洋 捉拿郭沫若 1927年8月1日凌晨 南昌起义爆发 中国共产党 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 几天后 郭沫若秘密抵达南昌 五日清晨 郭沫若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 出现在起义部队事实大会上 自从随北伐军 由广东出发以来 郭沫若已经跋涉八省 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经过半个多月的转战吧 在八月下旬 经过锐进的时候 由周恩来 李一芒介绍 郭沫若和贺龙 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终于实现了 他自1926年到广州以后 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经过两个多月的肩腹战斗 南昌起义部队领导人分散转移 郭沫若几经辗转 由香港秘密前回上海 在上海逗了安路的一栋弄堂房子里 郭沫若与安娜及孩子们再次团聚 从战场返回书斗 郭沫若的书生本色再次焕发 他从箱子里翻出了安娜为他保存的 郭沫若德第一部易稿 用了十天功夫 对这部已被老鼠咬坏了的十年前的旧稿 重新补坠 润色了一遍 他似乎暂时忘记自己是个失掉自由的人 那段日子 郭沫若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有笔的时候提笔 有枪的时候提枪 这是最有趣味的生活 1928年2月24日 郭沫若悄然出现在上海会山码头 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 此时的他已化名无成 身份是前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 他告别前来送行的是 日本友人内山丸造 独自登上了日本游船庐山丸 郭沫若匆匆走进船舱 离开了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 他没有想到 这次流亡日本 竟已去十年 望着逐渐远去的海岸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 我真的是孤孤单单离开了 我很不愿意离开的祖国 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 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 在开船的时候 我望着沉默的祖国 姗姗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亲切 人到中年的她感慨万千 十四年前 她刚刚二十二岁 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青春岁月 这位美丽的女子 叫佐藤父子 眉宇之间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 她信奉基督教 安娜是她的教名 1916年 转学道格 不久 两位年轻人陷入热恋 安娜成了郭沫若的爱神维纳斯 不经意间 竟点燃了郭沫若如火的诗情 许多蜂蜜文坛的诗篇 都是为安娜所写 诗集出版时 郭沫若取名 女神 所以他们开始同情的时候 因为父亲到日本不久 他还没有到 用中文写情书的一个程度 他用英文写的 所以我母亲也是英文回信的 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交集 和他们的书信的来往 实际是一个brother 一个sister 就是兄妹的称呼 这样一个称呼开始 很浪漫的一个故事 青春与爱情是诗的发酵素 而少年中国的热血 则是真正的导火索 1919年5月4月 北京勇先与民学生 集会游行 外征主权 内承国贼的鼓声 响彻无效 他们火烧赵家龙 痛打张宗祥 并宣布全是总罢课 各地学生 纷纷响应和声软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 五四爱国运动 这年七月 为响应国内的爱国热潮 郭沫若和福冈九州 地大的同学 组织了夏社 夏社在社团和文学 两个方面 都为郭沫若开启了 一片崭新的天地 1919年9月 郭沫若在《学灯》杂志上 看到康白情的诗 大受启发 将自己此前写的 《死的诱惑》 新月与白云 别离等诗 投给了学灯 并第一次署名 莫若 从此 一发而不可收 1919年的下半年 和1920年的上半年 郭沫若突然进入 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凤凰涅槃》 《天狗》 《陈安》等代表性诗作 陆续发表 震动文坛 日本博多湾 因为有一条狭长的海中道 与外海相间隔 这里就像一个明镜如镜的大湖 气候温和 景色宜人 1918年的夏天 郭沫若由岗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 升入福岗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九州大学在福岗县 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 抵触九州岛北端的 博多湾海岸 富有诗意的博多湾 不时诱发着郭沫若 内心涌动的诗情 每天清晨和黄昏 他常到海滩去踏戈 时代需要一个呐喊者 在新史领域 历史选择了郭沫若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 郭沫若的诗作 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 很快欲完文坛 人们评论说他 唱出了自己最好的 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 说他具有新诗国的 开国气象 1920年3月19日 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了 就读东京高等师范的田汉 这天下午 二人在博多湾 带着孩子漫步 畅谈理想与文学 在郭沫若家的小楼上 二人对坐 共读歌德和席勒的作品 激扬文字 齐文共赏 两位德国文学巨匠 成为二人效仿的偶像 田汉是慕名到访 郭沫若的生活 却一片狼藉 由于收入拮据 又正逢第二个孩子 降生三天 日子过得狼狈不堪 郭沫若一边干家务 一边接待田汉 苦笑着说 笑谈有鸿儒 田汉打趣说 嗯 往来有产婆 呵呵呵 郭沫若的生活状态 让田汉大失所望 这样一个有天分的诗人 竟然淹没在柴米油盐的烟火器中 理想和现实是如此的残酷 通过学灯 郭沫若结识了宗白华 宗白华又将郭沫若 介绍给了田汉 后来 由田汉提议 将他们三个月来的 十二通书简洁集 公诸于世 郭沫若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三叶集 文学史记住了这个日期 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地点 郁达夫东京帝国大学寓所 出席人员 郭沫若 郁达夫 田汉 张兹平等优优 这次聚会 标志着创造社的正式成名 看物由郭沫若建议 取名创造 他解释说 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 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一个日后享誉海内外的 中国新文学团体 创造社 就这样 在一个平平常常的 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 诞生了 作为一个文学社团 创造社的成立 及其文学活动 仿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 扔下了一颗炸弹 郭沫若的女神 是第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 个人白话史记 郁达夫的《沉沦》是第一部 个人现代小说集 张思平的《冲击期化时》 则是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 仿佛广袤袤的星空 而创造社同人 群星灿烂 照亮了狂飙突进的 少年中国 日本是郭沫若人生旅途里 一个重要地标 两次长达十年的海外漂泊 地点都是日本 如果说 第一个日本十年 诞生了中国现代第一诗人 郭沫若 那么1928年至1937年 这一次流亡日本十年 则成就了 民动天下的学者 郭沫若 我们知道 郭沫若流亡日本 他是被国民政府通缉 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 所以他在日本 这个逐流期间 他的生存环境 和创作环境 都是非常恶劣的 那时候呢 他是受到日本警察 和宪兵的双重监视 警察经常可以 随时闯到家里来 他外出的时候 时常也有警察 跟在后面 所以时间久了的话 郭沫若索性在出去的时候呢 就会把他随身携带的 这个包 这个转身交给后面 跟着的警察 不知道的人看到这种情景 还以为 这个前面是一位 很有身份的这个先生 后面是一个跟包 这是一个恐怖的下午 日本警察 敲开了郭沫若家的门 化名无成的郭沫若 很快被日本媒体 披露了身份 报纸上甚至登出了 他的全家福照片 此时的郭沫若 不再是一个著名诗人 而是左派要人 更是一个正在通缉的 政治犯 蛮横的询问与搜查后 郭沫若被拘留 度过了一段 不堪回首的狱中生活 在流亡生涯的困顿陷恶中 郭沫若 徜徉与中国古代社会的 慢慢点激励 埋首于斑驳的青铜 甲骨堆中 汇通古今 荣冠中西 依据当时流行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重新阐释和说明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 历史发展体系 其世界级的学术成果 让人叹为观止 一步又一步 署名郭鼎棠的文章 可专注发表 由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 卓越贡献 人们将郭鼎棠 与著名古文字学家 罗雪棠 王冠棠 董燕棠 合称甲骨四棠 亡命天涯 去国淮乡的岁月 造就了享誉学术界的 一代学者 郭沫若 后来到日本二八年以后 大概是我们安顿在东京旁边的一条河一江之格 这边是东京 河这边是叫前夜县的 我们城镇的四川 市场就是北京市啊 上海市那个市 川子四川子川了 这个 这个是很美丽的地方了 这是已经是到了 这个 而且我们住下来的地方呢 是已经城镇的一个农村的边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的全面呢 就全部一片岛田 夏天的时候呢 那称华教教教教 教教授一样 是不是是那样的环境 幸亏是那样的环境 我们就可以安得 暂时安定下来的 被迫流亡的心境 凄凉而悲凡 日本十年 虽然是宫若的一个学术黄金器 但是他那颗执着于中国现实的心 却依然不死 1932年 他曾在金文聪考标题页的背面 用古文字提了一首诗 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情 代夫去处香草美人 公子求情说难孤愤 我够其恶 溃鸣其文 元香金玉 自力兼真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件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 全面清华战争 由此拉开旭 日渐吃紧的战局 让波默柔决心 回国投身抗战 这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决议 回国 回国就意味着与安娜和孩子分别 此番离去可能就是永别 她迟疑着 不忍告诉安娜 这是一次危机四伏的旅程 日本警察和宪兵一直严密监视着她 1937年7月25日凌晨4点半 郭沫若为妻儿携好流言 亲吻了一下在塔塔米上看书的安娜 转身走出了房门 为了躲避监视 郭沫若身穿一件居家和服 没带任何行李 一副散步的模样走出了家门 几经辗转 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 启程回国 结束了自己十年的日本流亡生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